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周一的美股富豪 今天我们呢还是不定时间 因为有很多话题要说 首先呢我总结了今天的特别火 因为我们南加州呢 今天已经达到一百多度 今天早下午早上的时候 我到下去出来的时候 拉这个门都是烫的 我这手这么烫啊 第二呢我们这边有三菱野火 待会我会在我的公众号上公布 这个三菱野火怎么样 是从那个Azusa吹过来的 我都晚上随时准备 来抢我的电脑 在三菱火到之前 我把我电脑取出 明天还得战斗 还得回家去 虽然公司不在了 但是可能也还在 我就怕火超过来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应该不会吧 中间有 有没有这个可能 怎么样 今天人家微信号 今天昨天看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哥们儿 我真的要奖励奖励 他说我发现 汪仁老师和杰老师 没有眼神的接触 那我今天就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 特别多 就三大火 三火 第一是三火 第二我们那个 昨天的球赛也火 这两位你看 说说技术分析是 一句话 还是就是 兴趣太太乏了 所以变成技术分析 钻牛角尖的 我们俩都是 都是用宅男的类型 宅男球赛不看 这个克里夫兰啊 创下了NBA 一比三落后的前提 昨天还居然赢了三分 硬生生的 把这个奖杯捧回了克里夫兰 所以我老王呢 如果不能做股票直播 也可以做球赛主播 也可以做三火主播 也可以做网红主播 说Angela Baby 一两个小时 就卖掉十万只口红 那你说我可以卖 卖什么 卖十万只雪茄 还是什么 老大是多面 卖什么都赚钱 不过anyway 三火 昨天球赛也火 股市也火 今天的笑话 在ZeroHedge上面讲了 说昨天这个行情 怎么来的 因为索罗斯今天 在英国的周二 要发表的这个报纸上 已经发布警告 他说大家小心啊 不要小看这个英国啊 英国一退出欧盟啊 那星期五就等着看黑色星期五了 因为索罗斯在1992年 就是因为英国要退出这个欧洲联邦的这个货币 结果造成英国这个索罗斯打了一场大胜仗 他说星期五就要来了啊 周五 但是索罗斯其实在以前就说英镑不会 英国不会退出 因为他看英镑很强 但是呢 今天在ZeroHedge上面有很多文章啊 就说讲了很多的笑话 就是有一个人啊 下了两万五千块英镑的赌注 因为英国的 英国啊 哎呀 我想想我在这个中文投资网 我觉得有点屈才啊 嗯 我觉得我到枪枪三人情 也能够和什么邓文涛啊 干一干 说金融 他谈一边去 刚才说到哪了 我就是记忆力不着 还说哪了 刚才说的一个话题 英国 英国 九二年 不是不是 两万 哦 我跟大家讲一个 英国啊 有个叫FSA 这就叫美国的SEC 但是有一个笑话 FSA呢 不仅仅管股票 管外汇 还管赌场 叫FSA 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的知识面很多啊 就是英国有好多赌场 人家就说笑话 英国英超为什么那么强 就是因为买彩票的人多 嗯 赌球的人多 所以大家去赌场就是赌 昨天我一个哥们告诉我 哎呀 我是赌那个克里夫兰勇士 克里夫兰呢 我又再考一个话题 克里夫兰有一个中国人 姓黄的 原来在纽交所上班 结果呢 他投资了克里夫兰骑士队 原来还是一个上司公司呢 嗯 人家就硬生生的把这个 所以我我记得这哥们中国哥们 还买了这个克里夫兰的股份 这正黄牛了 你知吧 嗯 不过就是英国的赌场很多 昨天有一个哥们呢 投了两万五千个英镑 今天我希望凤凰的凤凰的什么导播主 不过台长看我节目 这个小子真的会躺 赶快请到香港去 别错 把中文同志们卖给我 算了 其实我的knowledge呢 邓文涛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讲国际金融的事 也是也是可以的 嗯 我们也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 两万五千英镑 就直接撬动了整个的股市 有人说笑话 但是我不觉得是这样 因为昨天的民意调查显示 七十二个percent 七十好像七十七个百分比 嗯 是支持留欧的 那一下子逆转了 原来是好像是六十几 好像是原来是我看 我看这个 四十多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人也有人在微信上留了一个言 他说这个事情我就早就知道了 他说在英国有很多集敌利益集团 会不惜一切让民众投票选举留在欧洲 嗯 因为说奥巴马也坐不住了 中国主席习近平也坐不住了 特别是李嘉诚坐不住了 因为李嘉诚他把所有的资金从中国撤出以后全投了英国 那这英国一下 所以这些集敌利益就干了一件事 什么事 哎呀你看这两位技术分析师 大家看看验证一下 他们就是说宅男好听 说不好听的 转牛角尖的 全是高材生 你看高材生为什么能够得分高 就是钻牛角尖 我这种 最深比我大 是老大哥 你先回答 哈哈哈哈 有人在我微信上说了 哎呀老大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微信里面保证的多 如果我下面第二把枪 我一把枪已经装满了子弹 5000颗子弹 嗯 那另外一把枪如果再装满5000个子弹 这有两把 我吃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就两把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微信后不能没有 哈哈哈哈 叔叔 他说英国极德利益 什么事情都干 他们干了一些中国人 以前做过的事 中国人以前做 中国人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眼睛接触一下 哈哈哈哈 不是你再怎么接触 老大的时候不知道了 他们说我跟你眼神不接触 说明我们两个感情 有所游离 怎么说呢 不接触的话 证明生理方面还是很正常 又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你知道陈水扁在第二次当选 纵统的时候 他不是打不过人家吗 结果有人打了一台一枪吗 哦 是这个 那伯乐同情嘛 这个这次英国也就搞了这个 怕一个精神病人 说不定跟他 人家打枪 就说 哎 这个人精神病 赶快抓他 警察被他抓进去了 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就是英国极德利益 学了陈水扁一招 拿 抓同情票 哎呦 这个你看 人家是台湾吗 中国台湾 哈哈哈哈 中国 台湾难道不是 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微信号里 真的各路人码都有 他说哎 你看 这个英国人啊 他这个 吉德利益 李嘉诚 所有的买了码头 买了英国的电讯公司 买了英国的手机公司 所有的四分之一的英国 都属于他的 他一脱 脱 脱个欧元 那在这个欧盟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 怎么干 其实这件事情呢 就是拉同情票 人家一下 你看刘欧的人 被人打死了 这多不好 这事情 如果说让 离开欧盟 那无数个 不是双枪 李向阳 是双枪 老太婆 是精神 被全会站出来 英国就乱了 所以大家 你看一下 而且第二个 好笑的笑话 就是25000块英镑 就直接撼动了 今天标普 涨26个点 整个德国指数 涨了3.67 被人说为一个 巨大的笑话 就是说25000 因为他这个赌盘一下子就说 刘欧 咔嚓 人家这个赌场本身就是下注的人最多赌个50块100块 今天在CNBC也讲到了有一个这个摩根斯德里前CEO 他说我也下了注了 我是刘欧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民意调查哈 有1.5水分在那里 因为首先是2000个人和800个人 所以索罗斯今天发布了警告 那尾盘的今天欧洲股市一收盘 整个美国股市就开始卸了2100 所以我我想要说的今天 这几个事呢 就是还有一件事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大家警惕啊 这个加州的山火 因为咱们加州啊 已经正式超过了法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第一体美国 第二中国 第三日本 第四德国 第五英国 第六加州 第七法国 以后咱们管中国广东省 中国台湾省都应该脱离 就直接 刚说中国 我觉得中 我觉得加州都已经要脱离了 这样下去 它比英国都可能要大 就是整个的产生的这个 其实日本中 加州要比日本要大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的面积 都肯定的了 对啊 然后人口没日本多 人口日本有两亿人 对吧 加州也不是最多几千万人吧 只要不起 那 anyway就是今天行情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高开低走 我今天一开盘呢 就是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美股VIP直播 我跟大家放了这个四小时图 因为那个四小时图 往上突破 2100向上突破的时候呢 走出一个实际心 所以我把这个2100呢 作为一个关键的点位 从这个图形上来一个窃行 但是我不敢乱说 因为我觉得 这个欧盟 英国的这个结果 现在还非常难说 从现在来看 留欧的可能非常大 因为从民调来看 77和 77和23之比 那差太多了 所以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住 这个非常诡异的事情 有人就说 这个英国的极得利益 不会让英国脱离 所以他们是会使尽一切手段 比如说陈水扁 在第二次总统大选的当时 就是被人打了一枪嘛 那打一枪结果 根本就是一个 陈水扁 他是在演戏嘛 对啊 那说英国 刘欧的那个 也在演戏啊 他们就 就找一个神经病 把那个女的给打死了 但是 自演苦肉计 但是 演过 英国方面的话 的确是付出了 这个生命的代价 对 他就是演过轴了 没瞄准 或者说 瞄太准了 来 杰老师来说一下 请从今天纳斯达克 我总结了四只股票 苹果 今天是最近的低点 就是试图要反 自从中国那件事以后呢 就没有 没有 今天试图反扑 反扑不上去 Netflix是跌的 还有Win Result 今天是 这个 跌到一百 一百多了吧 对 还有一个股票 我忘了 好像Facebook 谷歌 Amazon都是涨 但是纳斯达克 今天的收盘价 要比开盘价要低 跳空高开以后 成交量也蛮大的 但是anyway 我认为啊 2100破 股市会涨新高 所以今天呢 有两位技术分析师 约翰莫菲呢 有点悲观 有点悲观 但是这个 还有一个技术分析 波浪理论又来了 波浪理论 我们的老朋友 说还是还没跌完 还要跌 这个 从两个指数来看 好像是一个小小设计性 但是我觉得 这个消息面太多了 是 最近呢 大家的呼声呢 明天老太太又要上来了 明天周二周三 老太太 周四 英国 英国 英国系 英国 下午茶正式开演 因为这个 英国 投票结果可能是晚上 也可能就是 如果非常 close的话 就美国股市 就是上穿下跳 今天这个英镑 也是很波动很大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 有点多头 似乎在故意 造声势 他们以前说 哎呀 英国这个事 对我们美国 影响很小 现在呢 却把这个事情 放了极度放大 对 一下子股市 哗就涨那么多 是吧 所以 但是 overall呢 我觉得市场 还非常有序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抢NUGT 因为上周 我曾经跟大家讲 黄金回调就是买 今天一开盘 有些哥们在美股 收注保 出租保 那个群里 我们出租保 这个会员 我们自己内部 有一个比赛 即将开始 是送那个 私人飞机的机票 那没多少钱 其实没多少钱 你也可以做 我就带你去做 包机吗 anyway 就是黄金 原油呢 我上次就跟你讲 我把DWTI和USO 评调 我是蛮幸运的 因为它跌到50天 蹦反弹 今天连续涨两天 其他的话 股指标普没有过 2100 倒球没到18000 又回落了 那么大家还是 我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事情 今天两个数据 一个是民意调查 是从800个人和2000个人 因为英国 有六甚至七八家民调公司 他们基本上抽样 就是800个人 包括今天 喜拉里也领先 当中 Cump 3个点 但是它是根据 800人的抽样调查 这个 我们如果 请Will来讲一下的话 统计学里面 到底 这个准确度 有多大 还是蛮逗的 所以一定要请Will 那么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英国的赌盘 就是英国的赌盘呢 显示这个 就有一个人买了25000英镑 结果一兆亿的股市泡沫 就升值了 这个他们说这个杠杆厉害 是 这个谁这么聪明 只要把这个以后大家互相打来打去 他就是在标普上做隔夜仓 然后做桌头 然后期货 然后在英国那边直接下一个25000的柱 然后做一个民意调查 今天早上2100点开盘 直接把这仓平掉 是 其实英国的经济也是 说白了 英国作为一个老工业国家 不是 伦敦是雾都吗 也是雾霾吗 后来先不远化成一个金融中心 赌场也发达 赌市 赌场什么都有 赌各种各样 而且是公开化 William Hill 在那个英国是 英国伦敦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60几块英国 但是我想去开 不能开 你是美国公民 不能开 什么这个 这个东西非常发达 赌业 非常发达 英国大概有 9000万个民众吧 9000万个 也不小了 半个台湾 半个日本 阿姆斯特丹是英国吗 阿姆斯特红灯区 你喜欢去是吧 我这回事了解一下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 荷兰 离他近了 也不远 郁金香 英国球迷也喜欢打架 最近刚刚和俄罗斯 打了一个架 英国球赛今天好像是0比0 所以你里面看老王 其实都是东看西看 什么都喜欢看 只要能看 眼睛能够少得到 精力旺盛 那 建老师说一下 我再次要说下去 我们我要老大控制时间 你废话太多了 说一下 好 那么从刚才 沃尔老师呢 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 好像是多方啊 在试图的造声势 是吧 好 那么我们 我观察到了这个市场 近期的一个 一个变化 那么 这个呢 这个故事比较长 我们在我记得在这个上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了 因为上周四 上周四的话 这个市场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然后呢 当天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呃 我们是往这个2090方向上去看的 对吧 呃 预计 争取周五收盘呢 在2085 但是周五的盘势呢 并没有 并没有收上来 而是呢 呃 这个小幅度 小幅度的一个下跌 那么在这个周日的 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这个七指开盘的时候呢 呃 我们看 因为当当开完以后 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呢 是算为上周的一个周五的一个结算价 嗯 那么收盘的时候呢 刚好来到了2085点 那么在 从这个七指的这个呃 这个K线图上 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 这个十字星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本周的话呢 就直接了一个 目前是一个高开 高开的一个节奏 运行的 然后呢 低走的话呢 呃 是由于短线上的一个获利回吐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在四小时图 今天我们也在这个VIP当中 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跟我们学院也是呃 分析了 四小时当中呢 有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那么通过这个头肩底的形态的一个测量的话呢 目标点位在2104点 呃 05点啊 这是最小的一个反弹的目标点位啊 最小的 呃 那么从今天的从昨天的盘式和今天的盘式来讲的话呢 呃 早上出现了一个拉升 对吧 然后呢 尾盘的话 我们出现了一个调整 正好在这个2080点这个境线的这个附近 呃 我们收在这个点位上 那么如果说明天开盘在2080点位的上方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个市数呢 继续的往上去推动的 呃 那么 从整体来看的话 像今天出现了拉升和调整 呃 那么这个头肩底形态的一个突破回超的话呢 只在短短的一个交易日 一个交易日之内啊 就已经完成了 说明了整个这个形态 呃 这个形做的啊 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说明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啊 似乎呃似乎会更倾向于多方 呃 那么从短线上的这些点位的一些变化来讲的话呢 给我的个人感觉啊 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 老大 那个沃尔老师呢 呃 学问看足球 我们踢足球的时候 美洲杯欧洲杯 亚洲杯 中国队 带球的时候呢 有一种虚幻 哈哈 假摔 对 假摔 所以说呢 像上周五的这种呃 下跌的盘势的话呢 和周一的这种高开的那种节奏的话呢 形成了一个性能对比 这就类似于一个像一个虚幻的节奏 呃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呢 从周线图上 呃 均线系统呢 仍然是呈现图多多排列的 对各指数 仍然是起到一个承 承接的一个作用 支撑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 可以继续贯注 呃 这个市场呢 向上面推动 因为上周五我们所提到了 就是说 呃 近四周的这个行情 四周之前是一个大阳线 然后呢 三周连续性的一个下探 然后呢 第五周 也就是本周的行情 如果目前来看的话 这根阳线已经升出来 形成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上升方法 那我们就关注这个2105点 看看这个点位能不能被能不能被突破了 如果能被突破的话 那目前的整个近一个月的一个呃 整理的一个行整理的行行 这是一个中继的一个形态 呃 预示着日后的市场呢 还会往上去运行的 所以说呢 这盘势啊 是慢慢慢慢变化的 我希望大家呢 继续的锁住我们这个美股富豪的这个直播节目 和我们的学员呢 也继续的盯住我们这个盘中啊 老师们这个直播的一些呃 观察到的一些要点啊 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呢 对于我们的学员呃有所帮助 来 基森老师说说 今天你 我看你做两播当天的都不是咋的 是是是 对 最逗的就是你的TVX给我截流了 哈哈哈哈 呃 TVX的话呢 我看今天的大盘呢 呃 应该是盘中有一个呃 急跌的过手 应该是盘中有一个急跌的过手 但是的话呢 呃 从判断上在2090的位置 呃 涨了一个小时 呃 总的判断上涨了一个小时 呃 所以呢 那个 二 二六一呃TVX 然后止损的是258止损 呃 然后这个 只有你一止损大家都慌了 是 我止损单呢 然后就来找老王了 然后直接就问了沃洛老师 怎么样 沃洛老师说 坚决持有 哈哈哈哈 呃 就我尾盘的话呢 呃 大盘 呃 才 实际上下跌了 我是在下跌第四个台阶的时候 呃 做空的这个 买的TVX 但是呢 他在第四个台阶并没有选择向下 呃 又反弹了一波 呃 隔了一个小时 然后才继续向下 呃 所以说呢 从时间的位置上 呃 有一些误差 呃 我们呢 就是在盘中 直接把这个仓位平掉 但是呢 我们前期的TVX 还有沃洛老师的所有的TVX仓位 呃 我们是一直在持有 一直在持有 嗯 另外一个 今天我手中的一个平仓的股票 就是VHC VHC的话 今天实际上也 暴跌是吧 是 百分之二十 将近百分之二十 四个 呃 今天盘中的话 早上 呃 这个朱迪老师告诉我呢 说 有另外一家版权的知识产权的公司 好像在做一个 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知识产权的 更具体的新闻还没有查到 呃 但是呢 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一下子就蹦下去了 我我我得明天看看 我就我没怎么 但是你的meet me不错 已经摸上五元大关了 meet 然后我们把 呃 呃所有的仓位都调了s1c和meet 嗯 这两个品种 嗯 所有的仓位调了这两个品种 呃 大盘的话 我觉得还是跟您分析的差不多吧 如果2100年呃呃被攻破 对日元又跌到又升值到美元呃这个日币已经升值到103点44呃所以现在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就是说也伦大妈差不多了 因为呃货币政策有两种一种是货币政策也伦大妈管还有一种就就财政这个physical policy就是预算预算的政策 那么呃呃就是日本呢 就是日本呢完全跟着美国在做不断捡捡捡捡 那么索罗斯今天也谈到了一点他说英国呢现在有巨大的这个赤字 这一次如果推出欧盟对整个的英国可以是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他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个赛物那么呃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整个的这个英镑会瓦解呃现在美国人也有强烈的呼声 因为这个也伦大妈那些美联储这种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有的人呼吁就是说给每个美国公民发一千美金 嗯就是你拼命印钱还不如跟每个人把这个钱就印给美国人不要去买买国债 对一个月一千块然后我们杰森大师说这么好赶快要入美国级 那抛美国级做美国级的人一下子我看EB5立马就这个新闻一出来 EB5就变成一万零五万了 哈哈哈哈 五十六十五十九万 因为因为他们说这个日本政府啊就是一直在选美国的 就弄到后来现在是负利率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呼声正在越来越高 另外呢我也真的就是说周六啊我们开课的时候 我们那些学员可以说是初学者 他们都在想哎呀这个我认这个英国伦敦会怎么样啊 我非常惊讶 因为这个件事其实我个人觉得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 有知道吗 一般老百姓不懂股票的人他哪关心公投不公投 退出欧盟啊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已经是极度的就是全民关注 很多炒股的不懂的他也在关注 所以这个事有点过于夸张 其实其实英国退不退 这个美国影响就像咱们的山火 你看山火已经烧到云上都有 我们还镇定的在这里 是啊 其实屋外面什么样我们今天非常热 平时我是西装领带衣冠瘦 哈哈哈哈 衣冠瘦瘦 以后脑袋的衣服越来越少 哈哈哈哈 衣服越来越少 先把领带解了吧 然后以后下面穿点短裤 穿上拖鞋啊 但是呢就是就是说这个山火已经其实闻到味道了 但是和我们也太远了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英国这个事如果过完以后生活 life goes on 但是从很多人说 哎呀把这个就我看到的报道就是要么就是新高 要么就是奔排 嗯啊 所以这个有点赌性蛮强的 我觉得越来越刺激 你到星期四我怕我晚上会不会不睡觉 哈哈哈哈 我这晚上 我打个电话给街老师 杰森老亮姐你们在吗 赶快连线 从12点开始吹牛吹到 哈哈哈哈 街老师话不多的 他说他说话不多 他说不了几句 那但是杰森可以开始聊 我们聊啥 12点钟开始 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您说聊啥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没成名上面还有什么漂亮漂亮的姑娘啊 聊聊 没准 聊聊聊直播 这中国A股吗 对 你的什么什么创业版呢 什么 都是黄金 这是黄金 黄金昨天跌了 好像 红南黄金还涨了 哎 啊 聊聊黄金 聊聊 聊聊中国A股 聊聊习近平 啊 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英国就开盘了 哈哈 英国就开盘了 不是美国就开盘了 英国就开始斗了 周四晚上 大家有兴趣的话啊 我觉得这个突然变得非常精彩 我没什么说的了 贴森老师还有什么要补的吗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星期是波澜起伏啊 明天野伦大妈就要开始说话了 但是我觉得他说啥呀 所有的这些讲话 英国的公投就是被市场过分的放大 好也过分的放大 就跟股票的这种股价波动一样 你要说全跟这个PE走啊 然后全跟着适用率走 那就那就一年或者一个季度就固定在一个价位了 是不是 现在人的恐慌和贪婪全部反映在这个市场上 他们他们恐慌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贪婪的时候他们恨不得把全球股市全吃下来 就恨不得明天就整个股市飙升 所以我觉得有点蹦极的味道 但是今天的节目就特别佩服那两万五的那个英国 英国 这也是Zero Hedge说的 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说 这个标这个民意调查不咋地 结果人家股市就就就就涨那么多 但是但是坦白的讲 Zero Hedge现在已经完全超过了所有的媒体 包括华尔街日报 你看走我们国内的什么华尔街建议 华尔街情报 华尔街现场 华尔街什么 全是草 天下一大草 全是在草 而且还沙漠 沙漠令南的好像是我自己写的 根本就不是 所以我觉得 但是Zero Hedge的悲观情调 我们也要警惕 不要整天就是 就觉得哎呀 他讲的都是对的 昨天我还在看 哎呀这个铺不对啊 这个都还差不多 两军差不多 结果那股市就涨了 那你说 那今天又来了 两万五千美英镑就撬动整个股市 这也有点夸张 老大咱能不能买英国的赌盘啊 咱能不能买那个英国的赌盘 可以啊 我今天 我今天带点钱到英国去一次 你们把钱给我嘛 坐私人的飞机 不用坐私人 就直接航空一般飞机 商业飞机 15个小时就到英国 我就把肚主下来 上面写你的名字 你看咱们可以在美国先建立这个标普的公讨仓位 嗯 啊建立空投仓位 然后呃到英国 然后过再过一个神经病 把一个退欧的 把一个留欧的再再打死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咱们这些看股票的朋友也参加各种博彩活动 足球 篮球 football 美式足球 是什么赌博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中操 我们都可以做股评吧 我们投资者们的太太们就会对你 就断加你没信了 哈哈哈 你把我老公都带坏了 可以做黄金做 男人就喜欢赌嘛 是吧 对 男人就得有能赌心 嗯 但是我不赌的 其实我不赌 这是一个 而且我昨天我批评我哥们 嗯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球赛赌徒徒 嗯 我们曾经把一个赌场跟我说拒绝往来 因为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因为我们把几百块钱做了三千块利润 嗯 啊 你赌篮球你千万别来了 赌足球可以 次次再来赌吧 但是你赌篮球你赢了我们太多了 嗯 我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在决赛这种球赛赌钱 嗯 那全是肯定输的 那种就是赌情绪 大家好玩哎 哎呦看球每个每个拿拿拿个鸡翅啊弄个啤酒啊 一边赌这玩 嗯 我说你神经病啊球NBA决赛也赌 所以呢我我我 我觉得赌博这个事情啊对于我来讲 给我的一个discipline 哪些可以赌哪些不可以赌 而且非常清醒 我觉得英国的 因为我百分之一百的确认我们很多股民都会在周四下注 是 哈哈 买标不着 一半人说我买标普爹 我绝对不会 对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就算这个英国公投成功了 看他怎么走 像今天一开盘 那止损吧 说不止损 止损什么呀 就看着 今天那个Daw case还加仓 嗯 他分析了六大原因 很多朋友今天呼吁让我来出来谈谈基本面 嗯 嗯 那我 Daw case还说加仓标普 他说这个英国这个事件过了以后 大家还是要回归到一些基本面的事情 所以我的概念呢就是说周四大家不要去赌 没意思 当然 啊 我觉得 就是说如果真的英国公投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行情已经提前开始反映出来 嗯 那如果真的出来了 反而大家也说哦就这样 厉害出境 原来就这么回事 但是如果不投那可真的是灾难 所以索罗斯周二的时候呢 写了 包括索罗斯 你认为索罗斯知不知道公投的结果 我觉得 会不会英国人故意操纵 我觉得索罗斯他之前他把他的空投的仓位和空投言论发表出来 然后在这个纽约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刊登出来了 那我觉得对于多方来讲他就是一个肥美的肉 那就看怎么去吃了他 吃不了 我觉得吃不了 但是但是但是索罗斯当初一开始上周是认为英国呢 不会退出欧盟 他说你看看英镑 今天他又发表评论了 他说如果英国退出将是毁灭性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警告 但是他认为欧盟会挖解 因为英国这一退出啊 很多国家都会学样 意大利啊 瑞士啊 都会都会都会学样 都说哎呀我们不想管那么多事 我们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就犹如最强的是一个德国 我还得去研究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想法 周游世界 周游世界就是到欧洲去看看到底 当地发生了 我们在美国感觉很遥远 这个英国的事 但是英国的我们就觉得 就是说我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李襄阳有没有这种方面的 周游世界 不是知识 就是说为什么德国那么强势 就是硬是把这些小国家 现在欧盟有24个国家 就是说大家都用一样的货币 不管你 然后呢 就是有点搞社会主义的味道 就是我我有钱 我就你希腊 是吧 然后希腊这个人呢 希腊他们被纳入欧洲以后呢 就是不是没钱了吗 那么就是德国去解救 但是德国说 哎呀你们这些人很懒惰 一天只做 一个星期只做四天班 每天就在那边 谈情说爱 不干活 我们德国民族最优秀 又是造宝马 又是造什么 我们的GDP你看 全球第一 你们要我们的钱 你得改变你的懒惰的心怀 那希腊人一听不行啊 你要我给我上锁啊 我们要脱离啊 我们就跟你一禀话 像我们过自己的日子 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现在欧洲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混合 在我的脑中 就是说我昨天看了纽约时报 我也跟朋友说 纽约时报真的是 看纽约时报看到了全世界 因为华尔街日报是讲金融的 比较多金融啊 管理啊 那是一个全世界发生的事 就是说 现在这些小国家 他们想各个过各的小日子 自己的抗再怎么烂 也是个抗嘛 晚上还得 还得轻轻问我 不要你大家这样管 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德国 这个 他的目的是想干嘛 就算德国这个 就是科莫尔那个铁娘子 那么强势 就他 他是不是最后想把他们 变成一个国家 就是德国占统治地位 而且越来越强盛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德国 第一个问题呢 是跟他们的民族有关系 日耳曼民族 这个咱们看德国足球的时候 风格非常的明显 不到90分钟 德国最次也是刚刚打平 他是永远不会停的 他永远不会停歇的 这是德国民族的一个特点 包括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 也体现出了德国这个民族的特色 强势强势 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默克尔 在去哪个国家去访问的时候 直接在这个二战这个牺牲的 纪念碑前就下跪了 上完了这个花圈以后就下跪了 所以呢 这个民族就是敢做敢当的一个 但是你知道默克尔是东德的 是是是 所以他本身就是受到俄罗斯 这个影响的俄国啊 苏联啊 全苏联啊 那他当然就是觉得二战是不好的 是是是 本身只要是动枪动刀的事 先不管谁对谁错谁有理谁没有理 只要你动这个错误 就已经发生了 而且从现在的希腊也差不多了 又要再来一次 所以欧洲一直在 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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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样子 德国这种想法 我觉得 他想把它搞成一个共同体 然后呢 当这个带头大哥的这种角色 但是这个基础很不稳固 很不稳固 因为还是那句话 他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小国家 他都有一个自己的 国家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色 生活的一个习惯 你想把它完全统一了 像军营一样 这不可能 那既然不可能的话呢 他这种每个国家的既得利益 或者说你影响到了我 什么这种什么移民的政策呀 难民的政策呀 方方面面的 有的国家就不想执行 就不想执行 本身的话 这些难民过去了之后 对经济也不好 这些人也没有正式的 什么功可做 只是在消耗消耗消耗 所以说呢 各国的这种情绪 还是这样 温老师家里有钱 行 那送两个难民放您的家里 你去打 行无所谓 每顿饭给他一点点 我跟基老师呢 一家给一个就受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分析 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个 嗯 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和这个承载能力 所以说德国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国家这个难度很大 而且今天索罗斯在周二出版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主编的一个就是编者论坛 就是我觉得他的message也是蛮强烈的 就是他警告就是说如果英国退出的话将 但是在他前面说英国不会退出 嗯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由于最近的民意调查他也有所改变 给了全世界一个警告 嗯 就万一出现黑天的事件那周五就可能就是一个黑天 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了啊 嗯 不过anyway我觉得另外听到一些呼声就是要这个啊 这个这个野人啊下课了因为呃货币政策不解决问题 这个全球经济啊还是一塌糊涂 然后大家钱不值钱就看我们每天吃的饭就知道了是吧 已经很多都是我要吃五六块钱来美国钱的那个什么lunch special 只能到mentra park去去去去找餐车那种才能找得到 这个inflation是非常明显的 嗯 好吧大家努力赚钱我觉得inflation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现在呢就是呃呃最大的问题就是滞涨 就是呃我昨天看了一个barons的一个文章哈 他说这个他认为大盘会跌到这个2009年的一个苏格兰的学者 他说这个2009年这个低点是不可避免 主要他说滞涨就是没有脱货膨胀 所以公司收不了钱进来 是那么变成这个cashflow being negative就彻底瓦解 所以呃我 所以我的还是那个谎题英国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不是说英国问题解决了世界就一片美好后面英国不会意大利法国都会来搞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而且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现在暂时忽视每天就是英国等过完英国中国又出来了 对 ok 而且今天的恐慌性指标还是低开高走 还是走是蛮 bullish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会后市在预示 至于这个市呢是到底上涨还是下跌 但是有一条我还是认为非常明确 黄金涨得非常好1288守住了 21亿资金在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上干领弱博 1288直接打到1200反弹到1315 如果12130把破了就直接指向1420到1450 这是一个技术分析书说 那么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希望大家周四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这个profitable的这个日子 但是是我觉得现在的现在这个市场 如果说你是持有这个没有持有仓位 就不要暂时不要淌这个浑水 是 因为现在基本面的现在有担心政策面 那现在技术面又担心这个消息面 所以说呢目前来讲的话市场不动的确是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看看苹果这个事 因为好像大家似乎啊 今天这个黄生看金融啊 又发表播我喜欢看 但里面充满了这种阴谋论 就是认为中国正式向美国进行反击了 你们美国又搞钢铁贸易战 又是搞这个把华为赶出这个美国 我们来搞你一下 苹果不让你卖 所以今天苹果也是创作心底 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是一个担心 就是这个高科技股啊 从今天三次股票Win Results WIN 这个Netflix Apple 特别Apple走得非常难看 虽然当天啊 我记得这个中国消息出来 它跌了2% 随后呢 要知道巴菲特买的是100啊 是 这些巴菲特跌到91 当时报告出来 其实巴菲特已经是高位建长了 已经套住了 那大家吵到巴菲特 巴菲特这个套的位置呢 结果又下来 因为巴菲特可能想走了 走不了 走不了 他发表一个提论 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巴菲特干的 是他的一个 Campbell的基金经理管这些事 他说巴菲特也不知道 巴菲特不是不知道 就是说他不懂 他也不关心 中国已经进了吗 是正式的出了吗 禁止卖苹果吗 不是法院就是判决 我觉得苹果应该就是赶快和那家深圳的公司 对 停下和解 给他一个亿美金了事 那个不是就是中国的VHC 赶快问问他在中国A股什么代号 在美国你干不了VHC 你在中国去干VHC 就是我看他是一个外形 说抄袭 扯淡 我觉得扯淡 这个东西 稍微有点弯弯扭扭 哪个地方稍微像 就说你像 你听饭 然后就告 反正出点钱 苹果有 所以做大佬也蛮困难 然后国内就有很多呼声说 中国有南海战争 可能杰老师喜欢看这种战争啊 惹事啊 中国南海 我都不关心 我说真的会打吗 不会啊 我说中国南海 最近又说菲律宾 大使 欢迎中国大使 看到美国人冷遇 或者什么样的 各种各样阴谋论 中国人就喜欢搞阴谋论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就是说 很多人在黄生看经济下面说 抵制苹果 买华为 哇塞 所以我觉得今天苹果的事情也蛮逗的 我不知道他有哪一个支撑的 我看他的样子是要奔向 91了 苹果的还是那句话 从去年是 去年这个iPhone6 plus的时候吧 那个每年都是中国的那个黄牛党 然后往中国倒这些手机嘛 对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出来的消息反映了 就是说很多黄牛党把手机倒过去了 不像前面iPhone6和iPhone5那么赚钱了 扎手里 一定扎手里 那说明中国的这个对iPhone的这种 所谓奢侈品吧 在中国算是奢侈品了 年轻的去卖肾 也要换一个手机这种 这市场就渐渐的 我突然有一个 有个很奇妙的想法 就我们内部分析师 把Jason也拉上 每个人出100块 赌 赌什么 赌退不退欧 每人放100 那你唯一的 随赢随瓜分这个钱 就是有一个人说站在反面 那你们 我觉得应该有个赌盘 我一边压无事 那不赢不输 贵得参与他吗 因为我们的 Lindsay应该搞一个民调啊 这放在分析师对退欧的看法 退出还是不退出 如果哪一个人敢说 退欧 那这个人如果真的退欧 他就红了 红的不得了 你有什么秘诀啊 你告诉我 你有啥 information 我不知道现在 索罗斯有没有秘诀 摩根 史丹利 有没有这个秘诀 就没人 可能没人知道 要么就是英国背后做手脚 把这个改了 这个可能是非常少 就是英国还是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 但是这个呢 我认为连索罗斯都不一定知道 从民调的情况来讲 民调是他们认为 就是说民调的准确力 要远远高出这个 你看那个每次美国总统大选 民调都是基本上对的 而且他的是抽样 2000个人抽样 根据不同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没有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 这个2000个人调出来 来预测这个大范围的事情 我许这非同数据都爆了 这英国大选的数据 我估计也差不多了 也会爆了 应该不会退了 你想最近 你刚才说的NBA爆了 4比1直接就结束了 这不是爆了 这是就是历史上一个大逆转 也不是爆了 这两个球队都蛮热的 然后 杰老师刚才说的这个 爆了 所以英国这事 你觉得悬货 我觉得悬货 那你就赌退休吗 我还是 因为刚才我们老板说了 在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比赛 总决赛的时候 就是谁 千万不能赌 关键是什么 做装 就是退休 你可以得到2比8 压200得800 谁做装 谁 谁是装 谁是装 找装 我老师 找装 如果是 如果是做装的 那全赢了 如果你们真的 他爆了 他就把你们全通吃 对啊 但赢了呢 他得奥出来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这次选举 无效 宣布无效的话 但装的话 就又同吃了 如果说 那个 那就 装 看你的 我老师的意思 可能是说 我老师说 退休 然后我做装 开始 然后你们这些人 都说不退 然后每个人压 压一百 压一百 压一千 压一万 所以我们本周 可以进行一个 华尔街 special节目 就是所有分析 是在那里 退不退休 2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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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2 4比2 然后老王 有一把钱 放在那里 先把那个 随便拿 做装的人 就是你们 赌哪个方向 他都必须要 跟你们反着做 对 就像股市一样 你们都买 对 跑 对 否则 这个市场就不对了 对 没有 你愿不愿意做装 然后我回去梦文 我们 我觉得这个 星期四的节目 一定会很火 是 我们或者叫林志 加个班 做个直播嘛 反正我们晚上 也没事 一边一边聊 在大会议室 就开始了 直播 英国退休 退不退 明天买什么股票 欢迎大家 用过微信的方式 继续互动 那可火了 是 最后我估计观众 也都加入了 这个独盘 我来做装 我来做装 你们来吧 我根据英国最新的 这个赌场的培育给 然后我们可以就微信赚钱嘛 哈哈 我给美金 加尔文老师的微信 然后呢 赚钱 你到中国也不能花费 你在美国也不能用 对吧 还得回国用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懂不懂 我一边压五十块 因为老大张说了 那个关键 我没有 我没有像 拉斯维加斯赌场 最多不能压住超过三千 是吧 这是 这么说 这是概率里面 最厉害的一招 就你最多 你否则 比如说 我就按照金字塔 这个方法来做 一块钱压 两块钱 最后打一百万 你总输了 总给我打到了 对 那赌场说 不行 三千块钱最多 是 是不是 这是一个概率 我不知道就是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警察会来查聚众赌博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钱放在桌子上 然后就开始数钱了 然后国内就是不得了 还有政绩呢 还有政绩 派出所民警就过来了 大家有没有兴趣参加 我们可以开一个 大家 现在肯定股民都很火爆 周六的时候我们开会 哎呀 前面一个话题就开始说了 哎 到底推不推啊 这么没有这个 我们问问Judy 为什么没有这个ETF开 哈哈 我让老师 这边抄个写家 然后这边一大笔钱 然后逛个榜子 左青龙 右白虎 后面闻了个米老鼠 哈哈 不要把我想象的 我是很闻的 好吧 哈哈 喝了就知道 今天这个夏天特别逗 今天夏天特别热 好 那就这样啊 谢谢大家 明天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